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牛角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00克的高筋面粉 先加入两克酱母粉 再加入20克的白糖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先打入一克60克的鸡蛋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70毫升的牛奶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再加入15毫升的食用油 揉成团后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像搓衣服一样继续给它揉搓10分钟左右 一直揉成像这样细腻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显化至两倍大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用手指伸进去不回缩 我们的面团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给它折叠几下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把每个小剂子先给它揉得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圆 都搓好后给它们盖上保鲜膜 先让它松弛15分钟 15分钟后我们取一个小剂子 先用手给它按扁 接着我们把两边对折 像这样给它轻轻的捏盐 然后再用手把它揉搓成像这样一边粗一边细的长条 接着我们给它换个方向 然后再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2毫米的长条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再像这样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像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都做好后把它们放到铺有固油纸刀烤盘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左右 擀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我们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牛角面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舀上一口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稍微放凉后我们把它放到保鲜袋里面密封保存 用来当做早餐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